假設我們已經把我們需要的程式寫入到Excel 所以產生一個List3 然後再把它Append到Shit 就工作表物件 它就Append 它就是幫你放一列進去 一列的話就兩欄 所以這樣的話它資料就進去 最後再把它Save 那你又可以得到這個Member.ExcelSX 那它就存檔了OK 那應該沒問題啦 我覺得這個整個架構就是前面我們所講的 那將來你可以把它當範本嘛 有沒有改一下 甚至還蠻強烈建議 趕快拿一個你身邊或工作上會用到的一些檔案 那你把它就是上班時間 或者是說你有的時間你把它多練習 其實多練習幾遍你就熟了啦 很多東西真的是熟能生巧 你剛開始看可能會看得很不太認識它 但是你每天看每天看 看久了之後你大概都會背了啦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是真的啦 所以不可能一下子馬上你就很厲害 但是你可能慢慢越看 久了之後你會覺得好像好像沒什麼太多的東西 那基本架構應該都看得懂吧 你會發現上面這三行都固定的 反正就是利用它產生一個工作表物件 然後再利用這個工作表物件產生一個工作 工作部物件 工作表物件 那底下的話就是一樣是透過誰存檔 工作部物件 所以wb.safe就是利用工作部物件存檔 那這個地方的話是寫入 其中其他的部分就是什麼 穿針引線 這個地方就是讀取這個 讀取member.tst 讀進來之後 然後中間可能還需要做一點加工的動作 因為這個是一個文字檔 文字檔我不想要五個欄位全部放進eSale 我只要兩欄 所以剛剛做這些事情 中間這一塊其實就是你想要留下哪些資料 所以你應該可以看懂 剩下來就是說可能你自己在找一個 你身邊有的資料 然後把它稍微改一下 如果你可以改 然後也可以寫成功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是慢慢沒問題 然後將來可以多多去應用它 我想應該你就會比較有寫程式的感覺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在除了寫入之外 如果我想要讀取的話 怎麼把那個 我剛剛寫入到這邊的這個好了 OK 這邊有一個member.xlsx 那當然如果直接用eSale開應該是沒問題 OK 這個應該沒問題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我不是用eSale來開 我是要用Python來開 也就是說甚至你的電腦 可能你的電腦裡面甚至連eSale都沒裝 有沒有 有些電腦 因為有些公司有些公司有些企業為了要省那個授權費 對不對 然後電腦裡面就沒裝eSale 當然應該如果電腦裡面沒裝eSale 應該很多人挖挖叫 可是企業很多是為了要省錢 所以它不裝 它不裝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用Python來開好了 OK 那可是Python怎麼開呢 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當然如果你不會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我剛剛有特別提到 你其實可以詢問ChargePT 其實我上面那個程式 其實也是透過ChargePT 它提供的一個程式 然後把它稍微改成我比較習慣的一個寫法 那我就問說那個ChargePT 我就打開那個 你們應該知道 上面的話你就輸入那個訊息 就是問題就是 請幫我編寫一個Python的程式 多一個的 內容讀取什麼 讀取 假設我要讀取的是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名稱 然後他就幫我寫了一個程式 不過程式因為黑底 看不太清楚 我把它貼到這底下 他寫出來的 你會發現 其實基本上第一行 應該跟剛剛一樣 只是說這個名稱不一樣 它叫Lowowbook 其實你換個 所以他用Lowowbook 特別注意 它不是Wowbook 它是Lowowbook 底線 主要利用Lowowbook 就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檔案 某個檔案名稱 把它漏進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將來你要把某一個 Excel的檔案 把它讀取到Python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Lowowbook 去幫你把它載到哪裡 載到一個Wowbook物件 所以特別注意 是一個檔案 變成一個物件的概念 底下的話 它這邊一樣 叫Wowbook 不過它的命名方式 我們剛剛的變數名稱叫WB 可是它這個名稱比較長 它叫Wowbook全名 不過假設你覺得這個名稱太長 你是可以把它名稱改 有沒有 所以底下這一行也是一樣 叫Wowbook.active 然後前面就產生一個就工作表的物件 不過它名稱也是很長 它叫Walksheet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覺得這個Walksheet太長的話 你可以把Wowbook拿掉變sheet也可以 不然有時候打那麼一長串 感覺就是蠻累人的一件事 甚至我有時候取名該把它取成叫WS算了 工作部的話叫Wb 然後工作表的話叫WS 有沒有 Walksheet 就WS 簡稱也可以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利用什麼 它是用forH的方式去把它讀進來 裡面的話就利用那個Walksheet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什麼 InterRose 這個InterRose這個方法 顧名思義嘛 就是把裡面的每一列 每一列通通把它讀進來 OK 但是它這個寫法 forH的寫法也OK 但後來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 我後來把它改成這樣的寫法 把它改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13頁 那我稍微改一下 這邊我把這一串把它Ctrl-C 我直接來我們的那個Spider上面Run好了 我一樣開一個新的一個模組 新的一個module 然後把它貼上好了 假設沒有把它貼上 OK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把它稍微改了之後 改成我比較習慣的一個寫法 然後一樣 這個地方我是Import 這個OpenPieExit 然後我後面的話一樣用LowWalkbook 不過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 你不是像他剛剛寫的 他是From有沒有 他這邊前面是From 然後把這個Import放在後面 然後呢 這個寫法 跟那個我放在雲端上面的寫法 其實這兩種寫法都OK 那只是說哪一種寫法你比較習慣 反正你就用哪一個方法 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的寫法是用From From這個模組 Import這個LowWalkbook的這個方法 那我如果假設我們直接Import OpenPieExit的話 那特別注意 底下如果我這邊不是LowWalkbook 你會發現 如果我假設不是這樣寫法的話 那我這邊就變成我要把那個什麼 OpenPieExit加在前面 再加一個點 有沒有 差別在這裡 至於哪一種寫法你比較習慣 我覺得你就看個人習慣 那我是比較習慣寫我上面的這個寫法 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Import它就好 那後面只是多一個 就是我把它當成是一個物件 來執行這個方法而已啦 看哪一個方法你比較習慣 因為每一本書我講過 每一本書寫的也都不一樣 但是你要找一個你比較覺得 比較順的那個方法來記就好了 你不要說每個都記 最後一下寫這個方法 一下寫那個方法沒有統一的話 反而自己都搞不清楚 OK 所以ChartGPT給的是下面的方法 OK 那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上面的寫法 那這兩種寫法在Python裡面都是OK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樣主要是利用這個Low Wordbook的這個方法 那我跟他講說 在我的這個根目底下 有一個叫Member.xlsx的Excel檔 那你幫我把它載進來 那載進來的話 我這個地方的話 裡面當然只有一個工作表 所以我就直接跟他講說 你幫我把那個工作表 那哪一個工作表 其實我們剛剛這個後面的方法 叫點Active 或者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你跟他講說 第0個工作表也可以 兩種 或甚至還有第三種寫法 就是你甚至可以在這裡面 給他那個什麼工作表的名稱 可能也是可以給他一個什麼 可能這叫Shift1 也OK啦 所以哪一種方法簡單 你就用哪一種方法 因為點Active就是不管 反正就那一個 理論上就第1個 那如果你寫成這樣的 第0個的話 這樣也OK 不過好像寫的長度 好像比Active還要長一點點 這個順便講一下 那接下來我不是用for each的寫法 我是for i的寫法 有沒有 for i in range 那你會發現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為什麼你那個range的話 從1開始 不是從0開始嗎 對不對 很妙的一點 這個OpenPyExit 這個讀到的那個 它的例居然是從1開始 而不是從0 我在想說有可能是Excel 它本身的編號 就已經從1開始 因為Excel我覺得它蠻人性化的 它編號不會從0開始 這一點是真的是蠻人性化的 OK 所以呢 那這個地方 因為它可能是因為讀取的關係 那Excel給它的是從1開始 那再來的話 我們要讀到什麼 讀到總列數 總列數的話 在工作坊物件裡面有一個屬性 叫做Max底線Raw 這個的話就是說 你的資料裡面到底有最大有多少列 假設我們那個資料好像應該有1 上面是藍色的名稱 底下10個 所以應該是11 那11的話 因為我要把1到11 通通抓進來的話 那後面記得要加1 如果沒有加1的話 就會最後一筆會少讀 因為這個是Stop的位置 就是停止的位置 然後這個停止位置 我要的話 記得後面要加1 然後我就把每一筆資料 然後逐一逐一的把它讀進來 不過我這個好像這個寫錯 這個總共有5個欄位對不對 其實只有2個欄位的話 有沒有 我們剛剛的練習其實只有2個欄位 所以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如果假設你是全部會員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有沒有 序齒工作表 後面的話 就是給它一個Sale就是儲存格 那儲存格的話 I指的是它的什麼 它的列號有沒有 列的話是從第一列 那豆點1的話 指的是哪一欄 第一欄 有沒有 第二欄 所以只有兩欄 後面的話可能要自己把它刪掉 OK 就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我們假設讀進來的話 就是把手機放在第一個位置 然後中間再串一個豆點 然後再把這手機 然後再… 不 我跟你講 姓名 前面是姓名 後面是手機 那把它Print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不OK OK 你這樣應該OK啦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得到的結果 就是從Excel裡面 就把剛剛的那兩個欄位 把它讀進來了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可能要注意一點 我放在雲端上面的這個範例 因為是讀之前的那個什麼 就是全部的資料 所以會有1 2 3 4 5 所以如果假設說你只要讀剛剛我們那個範例的話 這個範例在雲端白板的第14頁 那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那這個等於是說呢 如果你假設要讀取的是一個Excel檔案的話 這個是一個還蠻簡單的一個範例 主要是透過什麼 透過那個OpenPiexcel裡面的一個方法 叫Low Workbook 蠻好記的 就是載入那個工作簿 然後跟他講說你的檔名、副檔名在哪裡 他就幫你把資料給載進來了 你還有你底下其實就是拿一個工作表 再拿一個儲存格 後面加一個點Value 其實這個寫法 我覺得跟那個VBA還蠻像的 還蠻喜歡 因為我自己也教VBA 所以最好兩邊可以相同 看起來會比較不用花太多力氣 有沒有這邊寫這樣子 那邊寫邏輯都一樣 換個地方也沒問題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另外的話 底下這個是我用那個Charge PD 給他這個問題 他得到的答案 但寫法稍有不同 你們也可以比較看看 這裡面的話他有多用一個方法 叫做InterRose的方法 也是一樣可以啦 InterRose他回來的話 也會是一個串列 那你就把那個串列裡面的資料 再把它讀回來 沒有 他回來的是一個字典 KeyValue KeyValue 那你就把那個Value部分的資料抓 但是我覺得這個寫法 可能會比較複雜 如果你假設還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你就僅供參考 主要是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三頁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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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